明晚深夜星期六,1點半 就是利物浦主場對阿仙奴 又是大戰,當然我也是需要預測 首先你看看聯賽榜 其實阿仙奴少少利物浦一場 還依然壓著對手一分 所以這場賽事 其實心急那隊應該是利物浦,而並非阿仙奴 加上阿仙奴幾天後,歐聯賽事基本上 是可以用放棄的狀態去對拜人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線的了 落後四球 所以其實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對利物浦這場賽事 是更加對他們差前四的機會是好一點的 所以這場賽事 阿仙奴相信是會精英進出 而不會保留實力去踢拜仁茂尼克 所以這場賽事其實 如果正常來說 我講的是正常 即是魂家不是傻仔 魂家不是蠢人 魂家不是真的傻到嚇到人的情況下 其實這場賽事應該作客 踢個穩守突擊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首先為甚麼呢 利物浦的防線是頑皮的 你看到利物浦上一場賽事對李承 他們輸的突擊是輸到嚇到人 所以這場賽事只需要 踢一些有效率的突擊 有機會可以進入球 山齊斯、張伯倫、和仔 其實全部都是快馬 可以踢突擊 加上奧斯爾應該仍然生病 不能夠出場 即是出場是誠意的 所以如果沒有奧斯爾 更加不應該向前攻 更加不應該壓住利物浦來打 加上 如果你是主攻被利物浦反擊 其實你是死硬的 這個阿仙套是死硬的 所以絕對不可以 在硬飛路這邊 進行半場陣地 壓住利物浦來主攻 所以一定要踢一個是反擊的 加上 利物浦的處理反擊能力是頑皮的 你看到利物浦是對理成、對守咸頓 其實反擊都捱不住 只要運家不要做傻子 踢一些有效的反擊出來 利物浦基本上是難以應付的 加上還有一件事 就是利物浦牽達神的出場都是誠意的 所以牽達神的作用就是 在主攻上控制節奏 如果沒有了牽達神 利物浦的主攻 都會比較不清脆 不利落 加上有少少混亂的情況會出現 亦是可以令到阿仙奴的反擊 更加有效率 有機會多一點 所以如果比我 我會猜這場球 阿仙奴的機會是大一點 你看到電腦 電腦就猜1比1 就和 我就猜阿仙奴就助和望贏 投注的角度來講 其實你見到這場賽事 就是 阿仙奴是受讓加1 其實如果給我 買這個 讓球主客和客勝 1.75倍 相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話雖說兩頭 我都說過 進入了三月 就是關乎體能和決心的情況 當體能和決心 我們都未必完全猜中 哪一隊球的決心會大一點 或是體能會好一點 所以大家 在投資的角度上要欣著 我都說過 就是絕殺入球 林圓長潛入球 可能會令大家 是蒙受損失的 所以投資者 是要謹慎的 這裡的角度 那 谢谢观看